目前山竹儿台风预计可能在明天傍晚或晚间的时间 会从屏东高雄一处登陆 那届时可能对于台北的影响是在2号到3号这中间风雨会影响最大 那至于大家关心是否停班课 我们一定会依据相关的规定标准 以及过去的惯例重整评估 并且会跟鸡北北套四线市持续沟通 那原则上都会在晚间的八点会同步宣布 大家觉得体育局都有跟我回报 其实他们都有在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不管是沙包一些必要的设备还有出入口 怎么样防止监水以及防滑等各项的工作都在进行 好 目前中台山竹儿台风已经增强到中台了 那大家关心它的强度还会再增强吗 马上请淑丽告诉我们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透过刚刚八点半中央气象鼠最新预报的警报单 那么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一如众详所说的 的确这山竹儿台风在过去这三个小时强度又再增强了一些 所以它现在还是在一个中度台风的强度 而且未来它还是会再持续增强 我们从目前你可以看到七级暴风圈到八点半这一报 其实没有改变 还是七级风的暴风半径维持在200公里左右 那么现在暴风圈是已经进入到了巴士海峡 那么我们来看今天凌晨两点半的时候 中央气象鼠是已经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 那么在凌晨两点钟的时候 其实暴风圈也已经接触到台湾海警的警戒线 下一个时间点要特别留意的就是 这个暴风圈什么时候会接触到台湾的陆地 而预估所当其冲的也就是恒春半岛 这个时间点目前看起来预估差不多就是在今天下午两点前后 当然这是预估值 因为现在整个台风它的路径还有它的动向 其实都还是有变数 而且一路走来真的是非常的慢 每个小时到现在都还是维持在九公里 那么三吐儿台风就这样每小时九公里九公里 靠自己本身动力动能的速度自己在浦浦的前进当中 但是鸭子滑水浦浦前进其实还是会靠近台湾的 那么因此现在特别提醒了 目前海上警报当然台湾海峡南部东南部海域巴士海峡 到东沙岛海面 现在这边都是海上的警戒区域范围 而且风浪真的也是越来越强了 那么至于在路上目前首先还是先以首当其冲的 横川半岛台东跟屏东为主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台风未来还持续的在增强 慢慢的在靠近台湾 那到底接下来会怎么走 我们从世界各国的路径当中就要来告诉您 到现在为止一直以来不能够确定的就是三吐儿台风 到底什么时候要开始北转 北转之后会在哪边登陆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三吐儿台风 现在的速度慢等的是什么 等的就是北边的大陆高压 什么时候会南下来导引它 一导引它它就会开始北转 而这个时间点将会落在什么时候 要落在明天的下半天 它才有机会开始出现这个北转的角度 北转之后它还在等 等什么呢 等什么时候呢 这个潮线也就是在这个高压前面 这个潮线什么时候来导引它 把它呢拉出去 那现在呢大趋势 目前世界各国的大趋势呢 你可以看到包括了中央气象署 包括日本韩国香港美国 都是确定这个台风就是会登陆台湾 可是什么时间还有什么地点登陆 现在看法还是分歧的 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甚至还是认为 有机会呢是在这个恒春半岛登陆 可是呢包括了中央气象署 还有日本甚至呢香港认为 现在呢比较多的国家认为是在高平一带 可是注意了美国这边 它是呢更西偏之后 然后从这个台南的方向 这边登陆 然后呢甚至从宜兰出海 事实上这边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 注意一件事情 山陀尔台风它的危险性 它的危险在于它本身够强大 因为它的强度接下来将会是在中度台风上限 离强烈台风只有一线之隔 还有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 它走的是巴士海峡 没有经过地形的破坏 也就是在它登陆之前 它是以它最巅峰的强度来袭击台湾 第三个如果它的这个路线再更西偏 然后再北转上来 那么呢要特别提醒 对于西半部哦 不只是南部地区 对于西半部的冲击跟威胁跟破坏 影响都是最大 因为西半边这样整个上来 从台湾海峡西半边上来 它没有经过中央山脉的破坏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从台湾海峡上来 侵袭台湾的台风 影响是最危险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看它到底什么时候北转 这个时间点将会是非常的关键 当然了 如果以现在中央气象数 我们高频这个登陆 然后呢从花莲出来的话 那么至少它现在呢 在这样的一个路径 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哦 还要特别提醒 这样几乎至少会花将近半天的时间 速度慢 影响台湾的时间长 破坏性就会越多 所以接下来 我们从接下来这几天的这个风雨预估来讲的话 礼拜二跟礼拜三 其实呢是整个山脱儿台风 对台湾影响风跟雨最剧烈的时候 以现在的路径来讲 最剧烈还是风雨最强的 还是首当其冲的东半部地区 再来就是礼拜三 整个强劲的北风下来 甚至呢带了一点共伴的情况之下 在这个北部跟东半部 这个风跟雨还是会相当剧烈 现在的一个角度 中南部地区的风跟雨 其实影响都还好 但是如果在西偏再偏南 在高雄或者是台南登陆的话 那么整个南台湾就要注意了 风跟雨的影响 就会是最剧烈的时候 跟东半部的这个程度相比 其实是不相上下的 一直要持续到礼拜四 外围环流走了 但是别忘了 这个外围环流的风跟雨 还有呢东北风带下来的风跟雨 其实礼拜四在整个北部 尤其在北部山区 还是会有好大雨 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 中央气象署做的 总雨量预估的部分 目前预估最多是在花东地区 在台东的部分呢 您可以看到山区 这一次的总雨量预估1300毫米 平地1000毫米 花莲的山区预估1000毫米 平地800毫米 那么呢在南部这边的话 目前的预估山区是800 平地是500 可是呢我们必须讲 这样的一个总雨量预估 还是会随着路径跟登陆点的不同 而有所改变有所变化 也就请大家随时锁定 我们的气象时间 时间再交还给众响 好 底车 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山陀儿台风 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 接下来对台湾的天气影响 真的不容轻忽 对吗 详细状况 赶快把时间交给淑莉 好 来 加油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赶紧就先透过呢 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潜似预测图 先来看看啊 这个台风的最新路径 山陀儿台风啊 现在是一个中度台风了 那么呢 气象署啊 也已经在今天凌晨 两点半的时候 针对山陀儿台风 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 那么现在呢 最不能够确定的是什么 现在最不能够确定的 就是它到底啊 什么时候北转 从哪边登陆 因为呢 它的路径一直啊 从昨天到现在 不断的在西偏 那到底要西偏 到什么时候才北转 这是完全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没有办法确定 而且在观察的 以中央气象署 目前最新的 这个潜似预测路径啊 你可以看到 现在呢 山陀儿台风 距离台湾差不多 250公里 现在都还是在朝的 西北溪的方向走 只是它真的走得很慢 没有导引的势力 完全它靠它 自己本身的动力 每个小时 9公里 慢慢的在走 那现在呢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最新就是呢 中央气象署 现在最新路径 是朝着高平地区 来登陆 然后呢 过了中央山脉之后呢 通过台湾 然后呢 从花莲这边来出海 但是这个路径 要告诉大家 还是会变动 还是有变数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从啊 这个警报单当中 就来看看 现在呢 山陀儿台风 它的海上警报 陆上警报 都已经发布了 而且暴风圈 从昨天到今天 是不断在扩大 现在呢 七级风的暴风半径 扩大到了200公里了 所以呢 整个暴风圈 现在呢 是已经进入到了 巴士海峡 因此呢 现在海上的警戒范围 包括了台湾的海峡南部 巴士海峡 东南部海面 还有东沙岛海面 陆上警戒 今天清晨 两点半的时候 已经发布了 目前首当其冲的 包括了像是 恒川半岛 屏东 以及台东 是现在陆上警报的范围 那么这一节 我们花比较多时间 来讲风跟浪的部分 因为呢 就风跟浪来说 在兰宇这边啊 都已经出现了 7.7米的浪高 因此从下一张图 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 今天开始啊 这个风浪 就会逐渐的开始明显增强 首先在浪的部分 在今天晚上啊 台湾附近海域 就不排除呢 会有呢 6到8米左右的浪高 尤其在台风的 这个环流本身之内 台湾海峡呢 今天呢 大概也会开始出现 4米左右的浪高 那么现在来说 因为呢 这兰宇这边呢 目前呢 已经侦测到最大浪高 已经来到了7.7米了 台东这边 东南部海域 也已经有4米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风的部分 这张图呢 是24小时的 风力预估的部分 以今天来说的话呢 事实上啊 风的感受 还没那么强 只是呢 当然了 随着外围环流 所以还是有 阵阵的强风 今天风感受 会比较明显 还是离台风 最近的恒川半岛 跟台湾的东南部这一边 那你可以看到 包括蓝宇跟绿岛来说的话 目前出现的最大阵风 蓝宇这边 已经呢 是有10级左右 那么呢 在玉山这边 当然也有7级 另外就是北边 我们说的 这个脚影效应 台风从南边来 所以一南跟一北 都会是今天 风力感受 会比较明显的 那么以北边来看的话 北部沿海 今天差不多 可以来到 7到9级的强阵风 那么当然 在山区的部分 风就会感受 当然就更强劲 那么所以这一张图 我们的用意 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为什么从现在 一直到这个礼拜 我们呼吁 海边海上活动 要禁止 还有山区 你可以发现 山区的风 是比平地的风 是更强的 所以所有 要去践行的 要去登山的 麻烦大家 顾虑到大家的安全 千万不要再去 也不要浪费 社会的资源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 从今天到明天 整个影响 风的部分 这一张图 要告诉大家 现在风是逐渐在增强 那么这一张图 我们用Windity 最强的风 开始出现 会是从礼拜三 凌晨之后 整个礼拜三 到礼拜四 风 因为台风 就在台湾的 东南部海域中心这边 所以 峡管效应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到 台湾海峡 一直到西南部海面 礼拜三之后的风 风浪甚至都不排除 会有八米以上的浪高 所以在沿海的部分 最大阵风 也不排除将会有 十级以上的强阵风 所以影响最强 就是在礼拜二到礼拜三 大家所关心台风架的问题 也是会落在礼拜二跟礼拜三 只是部分地区 可能有机会两天 但是大部分地区 恐怕只有一天 完全取决的 就是台风的登陆的路径了 所以最后透过影响时程 我们提醒大家 今天都是外围环流的影响 那么要特别注意 整个降雨热区 会锁定在恒春 还有台东 以及花莲 西半部地区 熟利刚刚一直没有讲 现在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 因为过三沉降 今天在中部地区 尤其从苗栗到彰化 会有焚风的现象 会有出现沉降性的高温 甚至高温会超过36度以上 明天台风开始侵袭 主要最主要的降雨 风雨最剧烈 也是锁定在东半部 花莲台东 恒春半岛 那么明天高温沉降的范围 会落在新竹到台中这一段 也会有出现将近36 或36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特别提醒大家 就赶紧做好防台的准备吧 时间交给加入 五点半我们发布 陆上警报区域增加了 屏东地区 另外海上警报区域 则跟之前一样 是在东南部海面 巴士海峡 东沙岛海面 以及台湾海峡南部 台风在过去 还是在逐渐在增强中 然后目前还在五点的时候 已经来到俄罗安比的 南南东方 大概260公里的海面上 未来仍然以 每小时八到九公里的速度 往巴士海峡的方向 持续的移动 台风未来在接近 我们的过程中 强度还会再增强 提醒大家 还有在今天到明天 在接近我们的过程中 强度依旧是维持中度 比较强的台风结构 台风结构完整来影响我们 所以它经过地方 特别严防 强风好雨的状况 至于未来的路径 从路径前时预报上 我们纵观整个台风的移动 以及大气的变化 还有所有的台风指引的资料参考之下 我们预估未来台风 还是持续向西北线方向 刚刚所形容的 要到明天白天以后 才逐渐出现向北转的角度 甚至到星期三的上半天 还才逐渐有更明显的北转角度 由于它的过去移动速度 以及方向 实际运动 以及未来的预测 所以我们预估它最接近影响我们的时间 最明显的时间 从原本的周二周三 会一直延长到周四的上半天 因此周二到周四的上半天 将是要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影响最明显的还是海面上情形 目前在东南边的海面 以及鹅兰宾附近海面 已经出现长浪的现象 我们预估今天 在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沿海 包括绿岛兰狱 还有横穿半岛沿海 已久长浪的现象 而且随着台风逐渐靠近 连西南部的沿海 甚至西里部的沿海 也会有长浪现象出境 另外在海面上的风浪 蓝雨在今天清晨 已经观测到7.7米的浪高 台东外海也有4米的浪高 至于其他各海面浪高 也有增强到2到3米浪高 所以台风今天晚上 明天更为接近 我们可以看到4米的浪高 已经环绕在台湾附近 所有的海面上 尤其在东南部海面 还有巴士海峡 有6米以上的浪高 台风中心经过的地方 遇到蓝雨 还有8米以上的浪高 而随着未来台风的移动 台风中心经过的地方 浪高也都会有8米以上 这一下提醒大家多留意 至于风力方面 蓝雨已经有观测到12级的强风 然后西北部沿海也有9级左右的强风 所以它接近气象鼠 先提醒大家 我们一样跟请大家看是黄色的区域 黄色区域以上的区域 就是平均风7级 阵风9级以上的区域 这些区域对所有的航星 及作业来说是非常的危险 今天白天的时间 今天晚上的时间 一直到明天白天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比较大的大风浪区域 已经越来越扩展在台湾附近的海域 尤其是台风中心经过的地方 甚至会有14级15级以上的浪高 对不起 14级15级的强风 这种情形要提醒大家多留意 那目前我们发布的路上强风特报 就以今天来说 绿岛蓝雨会有10到12级的强风 横春半岛会有9到10级的强风 澎湖静门马祖地区 东南部沿海 西北部沿海会有8到9级的强风 而这些强风会随着台风靠近 发出现强阵风的地方越来越多 强阵风的风级也会越来越大 至于在天气方面 昨天到今天 台风的外围云系 到今天的外围环流 会带来一波一波的降雨 首先先看台风中心 周围红色的就越暖色系的雷达回坡 这些地方经过到我们上空的话 就很容易带来瞬间的强降雨闪电 甚至会有闪电雷击的状况 当然最重要的瞬间强降雨 像今天清晨 遇到蓝雨 以及花莲地区就受到这样的强回坡 所以已经出现十余辆 三四十毫米的降雨 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 提醒大家今天尤其 尤其再来就是明天 一直到星期四的上半天 瞬间强降雨是很容易出现 请大家多留意 那至于今天的天气 今天大家也是可以看到 刚刚说外面还出太阳 没错 明显降雨的地方 就是刚回坡 经过的地方 东半部地区 以及南部的山区 那当然有些回坡越过山脉 会到达西半部地区 或靠近西半部的平地 也会带来一些降雨的状况 目前气象鼠 针对今天发布豪雨特报 提醒大家 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地区 东半部地区 恒川半岛 以及高平山区 桃园山区 大台北山区 可能会下局部性的大雨 其中花东地区 恒川半岛 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随着台风外围环流 一波波靠近 这些区域也会再调整 但也要特别注意的是 瞬间强降雨 至于星期二到星期四的上半天 台风接近状况之下 就要提醒大家 这天气越狱不稳定 尤其我们预估 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还有屏东山区 以及北部山区 会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 至于其他各地 除了南部平地和山区以外 也会有局部性的豪雨 那特别要提醒的 如果台风的中心如我们所预估 它会往我们的西南部近海 再逐渐北上的话 南部地区的降雨 也会比现在预估 还要再多很多 至于星期四的下半天 台风逐渐离开 那星期四的一整天 在台风环流 以及它的外温环流影响之下 所以台风的运动 目前看起来 比较明显降雨区域 还是在西北部地区 尤其是山区 那至于雨色情形 会随着台风的动态而来决定 最后还是提醒一下 对于这个台风 我们目前的预测 这是我们所参考的 所有台风的预报参考指引 这是1号下午2点 我们可以看到 就不同的预测指引 在明天 我们预估明天到后天 逐渐向北转的这个区段之内 我们看到很多参考指引 它的预报的路径 是更往西边 比我们目前的预测的路径 还在往西边 再向东北上来 再经过我们 好 所以纵整这些参考指引 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 台风中心会很接近我们 甚至有可能从南边 逐渐的北上 那影响的范围就会很多 请大家多留意 最后 好 我们来小叮咛 请大家留意 今天到星期四上半天 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地方 也是最明显的时间 然后影响的地区之内 我们要进中心 台风中心可能会有长浪 会有强阵风 另外沿海的风力也会强 请大家尽量不要前往海边行动 还有呢 然后提醒大家 我们刚刚提醒到 豪雨上等级的区域在未来台风影响的期间之内 也是东半部地区 还有高平山区 以及北部山区 请延防豪雨 以上等级的降雨 当然随着台风中心移动 南部地区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 最后也要提醒 因为这样的降雨状况在过去 好一段时间我们在第二代影响之下 山区降雨也很多 那这样降雨情形 请大家若经过宜兰花连台东地区 高平山区 经过这些地方也要特别留意 以上是今天早上的台风说明 就可以了